大家好,我們是圓夢580 我們正在幫助弱勢家庭或集餐費 圓夢580速度遭網友爆料 綜藝事件不斷 為了解該協會實際運作 蘋果應徵工讀生 以持新126元每日工作7小時 帶大家一探究竟工讀生的募款行程 每天下午1點到協會打卡上班 接著到櫃子拿取裝備 紅色背心、愛心香、衛服部公文 以及宣傳板子 接著和夥伴一同前往募款地點 募款地點通常是人潮聚集之處 舉凡寺廟、車站、商圈等 都有圓夢580的身影 站好幹部指派的定點後 先在LINE群組回報抵達 接著便開始不斷的喊口號 以及鞠躬說你好 一次大約站3-4小時 一天可能去兩個不同的地方 但也可能在同一處募款一整天 募款結束後回到協會算錢 割開愛心香將錢全部倒在桌子上 賺完後還要給一位幹部檢查 清點完畢後 幹部會將錢收到小辦公室 接著就可以打卡下班 工讀生薪水則是按月領取 隔月的15日可以獻領或郵局轉帳 另外也有一些志工生活守則必須遵守 突發中心工讀生物款好辛苦報告